Hello,大家好,我是范范 那我之前不是分享了怎样向宇宙下订单的系列吗? 有很多小伙伴加入到了这个行列里面去下订单 而且大家都在开始逐一的显化 那今天呢就不说怎么样下订单的关于这些内容的分享 今天想分享的是怎样去提升你的财富能量 我们常说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就是在下订单的时候 就会想让自己多赚一些钱 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 那实际上金钱呢它就是一种能量啊 它是一种心理定律 它不会改变你的性格 它只会放大你本来的特质 那你外在的财富呢绝不会大于你内在的财富 而这些秘诀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持久的轻松的致富的原因 就算你学会了推销领导谈判投资 如果你的财富蓝图没有设定为高阶的 那即使你得到了财富 最终它还是会逆你而去啊 所以今天想分享的就是去怎么样去提升财富能量的一些方法 用于来唤醒你的灵性与财富 要由内而外的去显化你的财富啊 嗯首先呢第一个 你需要有一个实际的愿景 就是任何一个要成功的人 他都要生活里面有一个愿景 那这个愿景呢当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遥不可及的啊 我觉得应该要相对来说要比较实际的 那第二个就是要调整你与父母的关系 那当你感到从父母的里受到伤害啊 特别是我在平常做疗愈的时候 也有很多小伙伴来疗愈原生家庭的问题 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了一些伤害 你将苦于不见识的致富之路 或者是没有动力 如果你曾经伤害过你的父母 你有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一个财务限制 如果说你和你的父亲关系不好 那么你可能你的这个资金流动 会比较的停滞 会有一些负债 如果说你和你母亲的关系不好 你有可能会面临 在金钱上面临到很多的障碍 那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要学会调整与伴侣的关系 因为与伴侣的关系 决定了你拥有财富的数量 特别是男性朋友啊 你家中的女性的话是为水 那水为财 你的妻子就是你的家财 你的家财不安的话呢 外财是进不来的 那第四个的话呢 要多说吉祥的话语啊 如果在你的家里或者工作地方 不断的有不吉利的这种语言 或者是亵渎的语言 甚至有些冲突在发生的话 你将不可能吸引来如此吉祥的能量啊 所以一定要避免这些情况 我们必须要用吉祥的思想和语言 你必须总是用我想要 I want 而不是而去拒绝 或者是去发生一些冲突 就是要一切顺流嘛 那第五个呢 就是要保持房子和空间的干净 因为财富它是有灵性的 那财富呢 也喜欢高频率的地方 那当你处在一个干净 整洁的房间或者是办公室的时候 你的心情自然就会轻松愉悦啊 做起事情来也是得心应手 那财富自然就会吸引过来 好 那第六个方法呢 就是要去尊重金钱啊 如果你是个爱交朋友的人 那你的朋友自然是很多 如果你是个爱钱的人 你的钱自然也像你的朋友一样多 金钱就像女神 你爱她 她自然爱留在你的身边 就如你也喜欢待在爱你的人身边一样啊 那第七个方法呢 要有正确的一个金钱信念系统 因为每个人对财富的特定的结论和观点 是基于童年时期所看所听和所经历到的 那这些经历留下了更深层的印象 我们称之为信念 那这些财富的信念系统 一直在建设性的 或者是破坏性的控制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随意所说的声明 有时候是受到内在信念所引发的啊 那为了吸引到金钱 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信念系统 如果是个负面的信念系统 那吸引到的自然是一些负面的能量 那第八个方法呢 要内在诚实 当你要钱的时候 要知道为什么你需要钱 你应该看到自己的意图和动机啊 你应该看到欲望背后的伤害 贪婪比较 嫉妒和野心 那当你的内在整合的话呢 财富自然会到来 第九个 要学会感恩 当你没有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表达感恩的话呢 你的想象力是执着于负面的情况 那当你至于没有办法控制的感情状态 这样也会创造出无法控制的一个现实情况 第十个呢 要学会与宇宙神灵达成贡献的协议啊 要拥有大量的财富 需要有很多事的和这一事累积的善业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神灵 或者让宇宙成为你生命里的财富大臣 就是财政大臣或者是你的生意伙伴 就当你去许愿 当祈祷被实现的时候 你就要去感恩 去还愿 去多做功德 这样的话才能够引起 就是进入到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里面去 良性循环的状态里面去 那第十一个 要学会感恩祖先 我们在身体名字财气财富上是亏欠我们的祖先的 他们曾经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做了很多的努力 让我们能成为我们所适 但我们忘记了他们 如果他们不开心 财富将不会到来 所以在你心里要给祖先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第十二个呢 就是让别人挣到钱 你才能得到更多的钱 那这是先舍才能得啊 要先付出再收获的道理 那买东西的时候 看价不要太狠 要让别人能够赚到钱 有能力去偿还债务的时候 一定要尽快还债 不要等着别人找你要了 你才去还呢 这样的话 就是也是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里面 第十三个 占便宜等于吃亏 那不该拿的拿了 不该得的得了 早晚是要加倍还回去 这是业力法则 第十四个 要慷慨的付出 坦然的接受 有的人他只能付出 他不能接受 你要知道付出其实是付给自己的 第十五个呢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财神 即使你付钱给对方 也一定要记得对方就是你的财神 你付了钱 换来了他的产品服务 要对他说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提供了服务啊 第十六个 将内在的匮乏交给神 你获得自由 那发现自己担心金钱的时候 要大声的对你的神 也就是对宇宙说 万能的宇宙 我将内在的匮乏交给你 我获得财物上的自由 重要的是要完全的信任宇宙啊 如果又想富有 又为没钱而担心 那你是绝对不会拥有金钱的 那第十七个的话呢 要像一个亿万富翁一样说话 就要注意你的语言和念头 去消除那些穷人的念头 就比如说要很辛苦才能挣到钱 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 我总是没钱啊 就是你要时刻保持正面啊 那第十八个呢 出于需要而不是占有 就别人送给自己母样东西 虽然自己并不是很喜欢 或者是并不是很需要 因为是白来的就收下来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 就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价值 它在你那里就是负能量 所以说啊 一定要出于自己需要的 然后去接受某样东西 第十九个的话呢 喜欢囤积 它是内心匮乏 就比如说看到打折就有购物欲 原计划买一个 但是担心不够就多买几个 点两个菜就够了 偏要多加几个 那这体现的不是富有 而是内在的担心和匮乏 第二十个 别人要有我也要有的自卑心理 就比如说人手一台 iPhone我也要一个 人人一个LV我也不能少 就别人去香港 我要去欧洲 由于自卑才能靠外在的东西体系 去体现你的价值 所以这种自卑心理一定要打消掉 最后一个的话呢 你是值得拥有美好的 你要去试着做一些 你不曾做过的美好事情 比如说一顿美妙的晚餐 一件性感的裙子 美丽的鲜花 做个美甲 重修房子 你要告诉自己 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啊 这个就是我们总结的 这个21个方法怎么样去提升你的财富能量 当然在你的这个 前进过程中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些提升财富能量的方法 也有很多小伙伴在我这里来做提升金钱能量的疗愈 也是看到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啊 所以说你对这一些 有兴趣的话呢 是可以来预约的啊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 给大家一些帮助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点赞收藏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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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